目前我国有几个广为人知的超级工程,分别是西西东书、西电东宋、南水北调三大超级工程。 未来几年第四个超级工程即将问世,它就是东树西算。 东树西算可以说是数字时代的南水北调,树指的是数据,算指的是算力。 那么未来几年哪些城市能在东树西算工程的建设下,得到进一步发展呢? 东树西算主要分布在京津济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、成都重庆、内蒙古贵州、甘肃宁夏等八个地区,覆盖新疆内蒙、甘肃青海、四川云南贵州、黑龙江河北等地。 之所以大部分地区在西部,是因为西部地广然西,自然资源丰富,电力成本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都远低于东部。 西部地区也能因为这项超级工程得到发展,与东部地区形成优势互补,逐渐减小和东部地区的差距。 目前布局了八大算力枢纽和十大数据中心。 成余有两个天府数据中心、重庆数据中心、贵州有一个贵安电子信息产业园、内蒙古一个荷林戈尔新区、甘肃一个庆阳数据信息产业中心、宁夏一个中卫工业园云基地。 东树西算是拉动西部地区的新基建投资。 西部地区成都天府新区、双流皮都和简阳市、重庆两江新区、比山片区和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贵州贵安新区等,有望成为数字新基建的最大受益者。 贵州原本就有很多大数据产业中心、东树西算的建设,将进一步推动贵州贵安新区的发展。 凭借地质稳定气候凉爽、电价便宜等优势,贵州未来的数字产业很有可能像茅台一样出名。